字幕提供 玩具TV第十一季第九集 繼續都依然介紹這個 Black 13 Park的玩具 今次這個 我第一次接觸它這個大小的玩具 因為之前看圖 甚至乎在不同地方的展覽也看得多 真的拿上手玩是第一次 跟剛才的《機梁》有些不同 這是他比較藝術品系列的版本 你會看到有些東西是開帽啤 而且挺量產型的 但他這個系列的東西 在傳說中我剛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很多是他玩完復原景後 全部是自己手遊的 當初 所以他為何限制三九九 因為他全部都是自己做 而時間比較長 他差不多一年或年多才開一款 近兩三年他產量開始高了 而這個系列的風格 其實他個人設計風格變了 由當時是一些比較納水軍類的軍服 開始變到現在有穿一些現代的衣服 或是走一些武士風 還有本身確實 因為如果真的要介紹 《黑十三公園》的話 他本身都是用二戰來做報警 納粹德國為了拿到一些戰爭的絕對優勢 也開發了一些黑科技 而整個組織的代號就是這個《黑十三公園》 這個時候看到封底已經很漂亮了 這幅圖 真的好像藝術畫一樣 是 即是直接有 他本身 John那些畫 他除了本身有一定的宗教信息帶給人之外 也一定有內臟 這個是真心正的 欣賞完他的圖片 我們先放一二角 真是招呼一下他 本身這隻黑色的夜魔暗殺部隊 雪綠 剛剛叫做慶祝五週年 這個《黑十三公園》的誕生 有這一個純綠會再出 而這隻就是純綠裡面的雪色純綠 亦是隸屬於夜魔暗殺部隊 我挺喜歡這張畫 因為有時一個玩具買回來很喜歡 除了可以拿來玩之外 有一張類似圖片 貼在床頭 房門 其實都是很棒的 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裡面包裹些甚麼 主體 一些面具 不同的頭部 等等等等等等 就先抽出主體 主體其實也要分開拔 一來 主體就已經 對 就先來一來 他立即給你一些內在 立即看看他不同的部份 他出名就是那個 面具 真的解構 真的解構式的玩法 他的產品很有趣 他給你很多頭 總共有一個頭是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拆開頭 然後他大部份都有可動眼 但他現在有可動眼 但仍然是用自己的 Blu-tac 貼在他的眼上 或者可以一會看看內扣 看看有沒有甚麼改善 或者有些不同的表演 也好 當年那幾款全部都是 眼珠會跟著 Blu-tac 給你 然後 Blu-tac 貼在眼珠上去 你自己移動哪個角度 就自己跟著他來扣 那時候玩的時候會有困擾 因為他的眼珠移動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令 Blu-tac 貼出來 但也很棒 其實很漂亮 因為他裡面的眼珠的細節很漂亮 今次我們就看看這個可動眼 他用了這個 貼在貼的模式 即是有些像現在量產化的大部份公司 對 看看現場 我們就看到 還有大家可能在鏡頭未必看到 他眼白的位置其實是一粒透明膠 整粒透明膠 變成如果有足夠的燈光底下拍出來 其實他就撞回黑眼圈 其實是很棒的一件事 很鬼味的感覺 我試試開眼燈給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看不可以 對 就是這樣 好 我只剩下2%而已 好 主體也是跟回大褲 後面也有本身所屬部隊的一些marking 或者一些slogan 也有寫回黑眼圈 就是一個部隊 雖然是納粹背景 但我又不太明白他會用英文 其實他現在這個新版本的裝束 亦都沒有當時納粹的味道 其實狼打後就開始 麻雀打後就開始改變了風格很多 其實麻雀我很喜歡 因為他那個Steam Punk的玩法 是玩得很出類不需要 他玩了背包 地台 翼 武器 頭全玩 基本上麻雀是 麻雀是有點貴 麻雀是差不多四五千元 但我會覺得麻雀是很值的一套 是非常 大家玩Black 13 基本上都不只是看樣子 是看內在尾 真的很有內在 很厲害 我記得當年在Toy Soul有拍賣其中一款 當時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都發現不太容易 在這麼短時間拍賣 你也有幾句要告訴別人這是什麼 是不夠時間說的 你打開看看他可以這樣 看哪一隻 我不記得了 有六角 哦 第一隻 第一隻 因為這隻純粹紀念 Black 13拍他五周年 所以這次都是用綠 來紀念整件事 還有他在動物的造型上 也挺有心機的 因為我印象中連動物都可以拆鞋 是啊 是的 不過這次沒有特別 特別是用綠的內臟去玩的 那我或者也看回 也先把樣子放進去 是啊 就用這個 也好 只有那顆粒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連頭骨面具 這個應該是綠頭或者羊頭 綠骨 綠骨 看到其實也有兩個洞位 可以拆鞋 哦 放進去 我們要看看 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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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東西 沒錯 哦 再開 這個時候我們也去看看面具 因為以往的版本 人形很少用一個鞋骨面具 之前那些都是比較放毒面具 鞋骨面具也很有趣 你看它有鞋骨 但其實它是用口咬住了中間的淚咀 這是中間的淚咀 而它兩邊 也是有面具的風格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看起來很回憶 但其實它的設計還沒有很重 它配合在頭上 應該是在耳朵上 這樣就可以插出來 希望我沒有插錯它的綠角 也挺巨型 本身有兩對鞋 其實我們一群人在玩 玩之餘 我真的想塞上綠頭 你看看 當年我給它吸引就是這個動物的頭 它真的鞋得很漂亮 而且相識也很漂亮 它毛 那些動物上面的毛 或者是 其實鞋這些動物有一件事很難 就是毛 就是那個闊度 它本身有一個層次感 你看到它鞋的這些東西 是很漂亮的 它每一側毛的層次感也很出 而且它另外它自己的相識方面 是很有味道的 就是它打底色 然後上面掃幾層不同的陰影 又有掃高光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做這些是很有心 所以一直以來我有衝動入坑 不是 有衝動想入坑 但一直都不敢入坑 就是 怎麼說呢 我怕會不見 那些部分 很多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 因為我以前玩的時候 它是台灣有一個總代 雖然很久 但它有很多東西都保給你 因為其實它很初期的版本的時候 它會送一支類似Test Tube的東西給你 然後裡面會有些特別的東西 可能是條骨 或者之類的東西 我記得那時候我買回來 因為那時候 第一個版本真的是玻璃 寄到回來的時候 我好像說那時候很多都爆了 然後我回去找它的保件 好像過了兩個多月左右 它就寄回給我 然後它改良了用膠的盤 是很棒的 那時候我又有些刀花了 它都會配給你 真的很好 是挺好的 但現在我不知道 但當時基本上你講 它很多東西都會安排給你 是時間的 好 今次這個角色的武器 就是兩把日本刀 那是長短刀 而它的刀鋒應該在這邊 就是這樣開的 你還想起家裡的菜刀 時間關係 我都不斷脫一脫的衣服 另外大家都可以留意它的素體 都是可以看透的 是否跟以往是同一款 是呀 沒錯 是 之前有紋身 不過今次這一款是沒有紋身的 我們也不差再拉低的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內臟可否拆出來 這個版本的蓋好像是拆不開的 是 這個應該是黏實 本身的衣服 側巾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裡面的內扣 是甚麼一回事 肺 胃 心臟 腸 沒錯 全部都有 如果加上頭盔 另外頭盔本身也有一些角位 可以黏上剛才那兩隻角上去 先看看 它的洞在哪裏呢 很入口 脫頭髮 脫頭髮 這裏 應該不用的 可以 它這個角令我想起 通常本多中性的頭盔 都是合量的大角 差寸佛資 好 完成了 我們又可以側上頭盔 看上去就比較好 好 看上去 好 看上去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也可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套上防毒面罩 但是時間關係我也不特別 再多說 所以如果真是喜歡內扣 或者超級細節向的話 這個系列真的不能輸 而你買了一隻 你也追回以前的客人 真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進去 我其實有幾次有衝動想買 我覺得有幾款是必入的 麻雀 貓 新的我不算很熟 狐狸 狐狸是漂亮 當然現在出身版綠 綠粒狼其實也很漂亮 最初那幾款是真的非常漂亮 還有鯊魚 而且現在它的衣服的造型 其實真的超級了很多 是 你看得到是真的近代的風系 其一 不過都是那句其實 如果真是可以的話 因為本身也 都 不是那麼穩陣 如果真是有地台 連同架 保持著 變成顯示器時會方便一點 是的 因為這個很脆弱 一跌就斷了 廠商可以想一想 其實我挺喜歡這雙鞋 文青的感覺 是 好 差不多了 這一節就8899了 稍後再跟大家繼續拆玩具 這個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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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